字幕..... 喂喂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日 再加10天 9月11日 免得說 這個,不詳的數字 有些人會Celebrate今日 但我們不會的 好啦,那今天講什麼呢? 就是说回刚刚看完一套关于这个往日神功护体的一套剧 他就说回以前慈禧佛佛爷借用这个义和团去搞这些羊人的时候 义和团就扶清烈羊了 扶清烈羊的时候也有一个桥段 让你认识了原来前唐窗和后唐窗的分别 你去研究他们的心态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就发现原来所有东西都不扣名的时候 如果民众是愚昧无知的话 有时他们又的确可以为我所用 马里马里哄 这些变弃法的换义仪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好像狗狗一样 轻轻给点食物 轻轻给点食物 最后狗狗知道轻轻之后是有点食物的时候 他就会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那部剧的编剧当然啦 编剧还编剧都要根据史实的 其中一幕就在这张大人 张大人就和这个头目 用头目两个字来形容 义和团是八年教下去的嘛 无生老母,九天元女 当时他又派了一个弟子 那名弟子在那里神功护体,刀窗不入 已经演练过很多次的了 rehearsal过一定很多回 如果不是他也不敢啦 就是给着你,哇! 羊人的火城窗啊 你还不怕啊? 对不对啊? 那在出诗之前呢 那你当然要表演一下 给官府看的啦 如果不是你又说打得赢的 结果迫户了这个羊人 哈哈哈,战狼那样 但是啊,就没人收拾个残局的时候呢 你会屯灭的哦 什么叫屯灭? 打online game就知道了 就是你整团人走进去打外挂 啊,打算草经验值,升你啊 那结果,哇! Echo完 那么多怪兽走出来的时候呢 那整队那些,啊! 无论你是拧拧茶茶啊 战士法师啊 都会全部被人屯灭了的 就是整团拜拜 那这个弟子啊,啊! 他在这里口中念念有词啦 都念过很久的 你要念对了哦 每一个音都准确哦 为什么啊? 因为师傅跟你说,啊! 你要齋戒目玉 如果其中一个字啊,念错了的时候呢 就不保证你可以逃离洋人枪炮的威胁的啦 那所以啊,那名弟子也非常神心的哦 就是那个普通老百姓来的 但是他真是相信的啊! 真心相信的啊! 就是张柏芝那些啊! 我是真心的! 不是石楼姐那些啊! 那于是乎啊,他真的排练过很久的哦! 可能是七七四十九日齋戒目玉再加上 每日都神心地这样,可能念成七个钟八个钟 啊! 还有些时间就走去恨恨恨恨恨恨羊鬼子啦! 由早就恨到晚! 啊!不是生产啊! 真是这些人! 你说拿去耕艇更好啊! 他在那念念念 神功护体 妈哩妈哩空 空妈哩啤咩空 什么鬼都念完了,真是! 但是rehearsal过那么多次 在第一次的时候呢 诶!成功了! 神功护体! 咦!打不进的? 哇!真是行! 他以为自己真的行的啊! 那跟着啊! 就在那些呢! 弓晒钢这样呢! 倒转只手摆那些啊! 哼! 即是指责公仔那一款呢! 那摆在那里! 然后神功护体! 好像很厉害! 那跟着人家砰一声! 那当然啦! 他负责示范的那位 都是二和团中人! 那结果呢! 喂!第一次他真是成功了! 师傅!我得了啦! 那于是第二次第三次他都是这样做的啦! 这些是... 变弃法机换衣仪! 那在张大人面前呢! 示范了第一次之后呢! 哇! 这枝东西出师有名啦! 起码都赏银150两啦! 对不对? 但是呢! 张大人手下呢! 有个人就说了! 下官都想试一试啊! 即是他都... 非常之怀疑! 喂! 这傢伙行不行啊! 那其实呢! 那个人是挑通眼眉的! 他知道什么事啊! 但是呢! 他又不敢说出来啊! 因为一说出来的时候啊! 你说了个真相出来! 事实的真相出来! 哇! 随时人家翻起台的嘛! 所以他就是说! 哎! 等我们来试一试又行不行啊! 那人家就没有个落台阶了嘛! 你这样说的时候! 所以那个头目啊! 就在这里说! 有什么好事啊! 没什么好事! 喂! 不试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啊! 你们会不会是辨气法各样的啊! 所以下官呢! 怎么都想试一试啊! 那头目就说了! 你何必多做无谓的事情呢! 多此一举! 吹枯就放屁! 但是这个头目呢! 无论怎样说都好! 啊! 下官都是想试一试啊! 这些叫什么啊! 局曲埋长角! 然后呢! 那个下官又在这里说了! 哇! 大佬! 你家下! 我们要撥些军响各样给你! 如果撥给你的时候! 你又打书仗的话呢! 哇! 我们好大红的嘛! 于是乎又在那里啰啰嗦嗦! 痴痴痴痴! 那张大人呢! 不知如何是好的! 但是其实他不... 好严厉地reject了他的时候呢! 那就就是说! 他都是默许的啦! 啊!又是哦! 慎而! 仲之处理好哦! 如果不是! 你撥了个麻蜂窝出来的时候啊! 到时哪个帽子啊! 那当然就是张大人啦! 这个都是为张大人着想! 张大人都不想帽子的嘛! 那头目见张大人呢! 不出来阻止的时候! 喂! 你真是怎样啊! 哎! 那于是乎! 他在这里说! 哎! 既然如此啰嗦! 好啦! 就等你! 啊! 试一试啦! 那张大人呢! 听到之后呢! 嗯! 微笑点头! 对啦! 不要搞到我什么! 如果你真是神功互体的话就行啦! 就是! 哇! 到时我领功都似啊! 向老佛爷! 就请老佛爷! 哇! 到时家官进卓! 顶带花灵王! 马垮加身! 啊! 在梦想着这些东西! 甚至乎留在口水了! 那他肯试的时候呢! 但是! 那个下官呢! 就在这里! 和这个头目说了! 哎! 要立生死葬! 那头目就非常不高兴了! 看什么了! 生死葬这些东西! 一定可以的嘛! 你吵什么东西呢! 生死葬这些东西! 我不需要立的! 但是那个下官就必须要立! 因为说口感无憑! 如果不是到时有什么闪失的时候! 哦! 你说我屈你! 那还得了呢! 那如此拉鞋几番之后呢! 那头目都答应了! 啊! 好! 你要立生死葬就立了! 那之后呢! 就是很邪恶的笑容啊! 立完之后啊! 那师爷仔! 那就是下官啊! 那下官呢! 就在这里! 微微醉地笑了! 那然后啊! 就拿了支枪! 那就准备了! 那帝子怎么样啊! 慘了! 被人陷了想抢! 那但是啊! 那个头目其实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又不是很清楚! 总之那个头目啊! 就故作镇定! 诶! 你够胆来啊! 诶! 我不怕的! 类似那些! 这样的格式堂啦! 那然后啊! 就是! 弟子都会害怕的! 虽然他就确信! 啊! 笑咪咪咪那样! 很确信的! 然后念念有词! 啊! 不过今次呢! 念念有词的时候啊! 又念得更厉害点! 那当然啦! 始终呢! 由其他人开嘛! 那未试过的! 不不紧要! 他都确信的! 直到他眉上眼那一刻! 即是不斗神拳那些! 你这一刻已经死了啦! 啊! 我死了的啦! 接着又爆了些不知什么出来的! 那然后呢! 他又谷行道气! 遇事者! 那他又很烦的! 因为铺排了很久啊! 那个慢镜在那儿拍那支窗 拍成不知道十几二十秒 都不知道干啥! 有什么好看呢! 那然后啊! 的声音! 当然就吕低了啦! 诶! 原来变气化! 因为啊! 那个铺差就跟大人说! 即是那张大人呢! 诶! 他没事啊! 还在笑的! 诶! 其实是死不明目啊! 那因为啊! 诶! 为什么他还不起床呢? 最抵死就是呢! 镜头一转! 就拍着那个头目在那儿 瞎瞎嘴地笑! 那是不是啊! 我都说可以的啦! 类似这样! 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行的喔! Anyway! 接着那个铺差! 用手指探探鼻子 啊! 又拿开个衣服 看看! 咦! 心里有个洞的! 诶! 大人! 他死了啦! 啊! 搞什么啊! 那就看着头目! 诶! 啊! 头目头目! 你这样就是... 就是怎么样呢? 哇! 大哥啊! 还需要问的! 但是又不敢得罪头目喔! 因为人家都挺搭马的嘛! 那头目就跟他说了! 那当然不是立刻啦! 就是故作镇定各样东西! 然后呢! 念经先啊! 啊! 啊! 双手合十! 哼! 即是原来遇到些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事呢! 第一时间就念了经先啊! 哇! 但是啊! 721又来啦! 831又来啦! 完告变被告都行啊! 那就跟张大人说! 啊! 接着就说了! 这个弟子呢! 刚刚初学! 那... 学了七七四十九日齋戒之后呢! 只能够抵挡一枪的! 假下你开第二枪! 我们一心对付洋人! 啊! 为什么何苦苦苦相前苦苦相逼呢? 你枪口要对外才行啊! 团结一致! 彷彿就说叫你啊! 一起就一致对外抗疫那些东西啦! 就... 放开抛开分歧! 喂! 人家在讲科学啊! 人家在问你! 这些东西都行吗? 喂! 你有没有... 在这里欺上门下啊! 你这些神功猴子气原来是这样的啊! 咦! 但是那个张大人呢! 又不敢得罪这个头目啊! 啊! 就在这里! 啊! 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 哎! 那就很可惜啦! 那不如这样啦! 啊! 啊! 我们就好好地啊! 啊! 抗衛他们的家属啊! 啊! 那就... 赏银去奖励头目的公职! 就算明知不得啊! 我想他都明知不得的啦! 那张大人! 但是都仍然是赏银! 几十两这样! 跟着就脸撞了那个... 哎! 就是到死那天他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的小兵仔! 那镜头一转啊! 他们回到后堂的时候呢! 哦! 原来那个师爷仔呢! 就跟他说了! 就是张大人! 张大人! 啊! 其实是这样的! 刚才呢! 他这里就说了! 有前堂枪和后堂枪的分别! 那呢! 义和团! 当日用的呢! 就是这个前堂枪! 那前堂枪呢! 你塞完火药! 才塞那些钢沙的嘛! 那但是他们竟然是塞了这个钢沙! 然后才塞火药! 那你就放空炮啦! 这粒猪都不会弹出去的! 那所以下官呢! 就是他不配合喔! 下官就塞完这个火药! 然后才塞钢沙! 那一打下去的时候啊! 什么神功气都变成猴子气啦! 哇! 大佬啊! 大人! 你靠这枝东西这样搞啊! 肯定背锅的喔! 即使说到是这样啊! 但是其实呢! 由于他们! 义和团! 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张大人都不敢上报的喔! 就是炸不枝就算了! 但是又不敢拆穿他! 而实情呢! 他当然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啦! 但是整个国家没有人敢出声的! 一切的寄望都在这个义和团身上! 而最惨就是啊! 义和团当日那些! 打前锋那些! 仍然相信自己是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有无生老母的神功护体! 那结果啊! 打出去的时候呢! 那些洋人也很坏的喔! 首先呢! 就先假扮退却喔! 然后那些人就全部冲了出去喔! 接着打鱼! 雨下! 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啊! 那些这样的蘑菇人啊! 就会问自己一句! 蛤! 为什么这么似失灵呢? 啊! 以往一直的神功戏都耐看的嘛! 要枪有枪! 要炮! 要炮! 要晶片有晶片! 哦! 相传清朝呢! 就有神龙氏晶片的嘛! 还更厉害! 已经醉到零纳米的啦! 猜不到! 经过一百年之后啊! 即逢不期会! 即都还可以看到一出这样的戏啊! 厉害厉害! 即是我赞着那个导演而已!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 此前还一直为伯仲臣的意思! 等待他们的改回! 可我等来了什么呀! 没臣无能! 万死不能辞其咎! 奴才能能! 万死不能辞其咎! 你们死有什么用? 不要洋人死! 向洋鬼的全战! 打! 向洋鬼的全战! 打! 甲午年间 面对日本一个罪儿小国 我大清败了! 如今! 如今! 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 开战! 杭伊! 你疯了! 疯了!! 疯了!! 亲爸爸 过去 是 话上说了 咱们打不过 这就是说呢 打了 就是个死 可不打 也是个死 让人打死 总比让人吓死的好 至少死的光彩 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羊人欺我太甚 静止国之将往 与其苟且图存 宜秀万 何若大张踏法 一决此雄 朕 今日庄严宣誓 向英基利国 开战 向法兰西国 开战 向北利坚国 开战 向德意志国 开战 向俄罗斯国 开战 向意大利国 开战 向澳地利国 开战 向日本国 开战 轻辩 轻辩 这是伪诏 太后何等盛名 岂会发出如此诏书 向八个国家同时开战 岂会如此的愚蠢 伪诏 这一定是伪诏 我梁广 绝不奉道 哈哈哈哈 秀帅笑什么 伪诏 当然是伪诏 我胡广 我梁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